有软,虽然一路走来也是饱受非议的,但是有实力的银宝一直都不怕,近日也是为了新电影的宣传出行了活动,和冯绍峰主演的电影《女儿国》已经是快要上映了,活动当天赵丽领挽着冯绍峰的胳膊出场,一身粉色仙裙的银宝,也是很美丽啊,感觉瞬间把银宝的身材拉长了不少,后来银宝一转身的时候,才发现还是一件陆背裙,背后的伤疤很明显的就看出来了。 银宝出席活动很多的礼服都是陆背的,有些时候他也会选择贴一些东西来遮一下,但是不缺乏有一些网友说他是在做秀,故意把伤疤露出来啥的,真的是以前贴上的时候会被吐槽,现在不贴了还是会被吐槽,粉丝是真的心疼自己的偶像啊。 不过当天的气温最低,是有零下八度的,银宝穿那么少铁定吃冷的这部,一下台就认怂了赶紧的救药温度,羽绒服上身。 在台下的银宝也是很兴奋的样子,不停和别人打招呼,表示这个样子的银宝真的好可爱啊。 当然除了官方的监修图之外,还有一些没有经过监修的照片流出,不知道。